老公,我闺蜜聚会晚上晚点回家哈 都有谁啊 小花和倩倩他们啊 我建议你最好不要去 为什么呀 那个小花好像离婚了吧 倩倩好像也你的吧 还有那个莉莉 外面有人了 你跟着他们能学什么好吗 他们离婚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什么关系 跟着苍宁笨厕所 跟着蜜蜂小花朵 跟着富翁赚百万 跟着乞丐去药房 你跟什么能接触 就会影响你成为什么人 物以类聚 人以群风 这个道理你好好想一想 他们每天除了购物 整容靠夜店 找个有钱的男人以外 还有什么正能量 一个个不把婚姻当回事的人 你整天跟他们在一起 还有心思过好人生 你还真别说 前天天天还跟我说 婚姻是你们的牢笼 他说你啊没什么本事 还不跟你离了 给我起稍微更有钱的 来 把手机给我 干嘛呀 把手机都伤了 远离垃圾人 远离负能量 总有太多男人的痛 男人的痛 难说的话放在你